目前越来越多的泰国青少年对保龄球很感兴趣 为了广泛宣传该体育项目 泰国保龄球协会将本月举办2013年世界保龄球巡回赛泰国战比赛 10月11号下午泰国保龄球协会等在曼谷新罗典范购物中心 举办2013年世界保龄球巡回赛泰国战比赛 记者招待会 据了解世界保龄球巡回赛由国际保龄球总会举办 今年已是第三届了 该赛事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24名选手参与 总奖金421.5万株 其中有三名泰国顶级选手 举办该赛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保龄球项目的发展 向民众宣传保龄球知识 让更多泰国青少年对保龄球感兴趣 同时也通过举办体育赛事来推动泰国旅游业的全面发展 据介绍此次赛事的预选赛将于2013年10月14号至20号 在曼谷鲜罗典范购物中心保龄球馆开赛 决赛将于10月21号进行 所以我们也想要看电视频 所以我们也想要看电视频 我们也想要看电视频 所以我们也想要看电视频 所以我们也想要看电视频 和电视频 我们也想要看电视频 我们也想要看电视频 东盟卫视MGTV记者庄李明 高东东 泰国曼谷报道